剛剛陳水扁的辦公室發了一個最新的新聞 他們說那一天啊 陳志忠拿出來的這個文 他們已經全部翻譯完成了 這本來是法文 全部翻譯完成了 而且認為裡面有提到說 事實上那個錢是已經被凍結了 5.7億 所以特徵組是引力的證據 而且爛錢積壓他 要求要把他放了 可是我們等一下進一步來討論一下 有嗎 裡面文章真的有像 他講到的有真的凍結嗎 這裡面是有問題 我們等一下後來討論一下 另外今天有個重要的發展 阿扁一直在跟美國求救啊 今天美國AIT新任的處長 去看了我們的法務部長 他怎麼樣呢 雙方大概會談了一個多小時 裡面有談到陳水扁的這個案子 對這個事情 司徒文你要怎麼說 國外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王清聰怎麼回答他說 一共啊 台灣政府處理扁案絕對是公平跟公正的 也悉心接受各界的說法 他特別跟司徒文拜託 一共我們希望啊 美國積極協助我們將重要的關鍵人 扁案的重要關鍵人包括什麼 黃芳燕 王宥貞還有十億的那個經濟球 你幫我們引渡回台灣 這樣我們台灣在辦 扁案有利於爭辦 古大哥怎麼看 怎麼司徒文這時候出這一張 AIT 美國在台協會他們都有專人在 看每天的政論節目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很強烈的跟司徒文先生 表示非常強烈的堪議 就Stanton先生 司徒文先生 你真是大膽失言 有失你的身分 AIT處長是大使賢 事實上只是沒有說是美國駐台的大使而已 他是大使賢的身分 他是國務院授予的 他今天講這個話是讓人家有想像空間的 什麼叫國外有不同意見 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有一些 我覺得這個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 訓令他們的駐外單位 針對像國外的司法案件 任何國家 都是尊重司法不予置評 他有一個標準程序 這是一個司法事件 不應該由具有政治 而且外交官身分的司徒文先生 來說有不同意見 這非常不妥當 他是代表國務院呢 還是代表美國總統呢 還是個人立場 美國外交官沒有個人立場 這外界誤導為是美國國務院立場 非常不妥當 如果是出自於孔傑隆教授 他是一個哈佛大學教授 民間人士或律師 都沒關係 怎麼講都沒關係 但是孔傑隆可以說 司徒文絕對不能說 我覺得我們要懷孕給AIT 大大誓言請你收回去 我們高度肯定是王清風部長 當然是台美司法互助 這三個人 王又貞 金濟九 還有這個 黃芳燕 當然黃芳燕嘛 當然要引渡回來嘛 為什麼不能引渡回來呢 你不此之徒 卻做指指點點 有失一個外交官身分 包括陳志忠在美國有多少資產 難道不應該透過台美司法互助 讓我們知道嗎 我覺得司徒文的作法 我們再說像他嚴重康遊間 美國AIT要非常審慎 有關這個立場談話 沈律師 阿扁那時候 拖律師去美國打官司 大家都還在笑他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 你說他搞不好真的出去以後 往AIT一跑 肯興越來越高了 我還要補充一下 我講的AIT不只是台北 高雄還有一個分處 在我想像裡頭 如果阿扁放出來 不管他坐飛機或坐高鐵 也許他出了戰 大家以為他會人文熟悉跑 不見得 他可能就直接從高鐵車站 或者是小港機場 就直接跑分處 AIT的分處 有可能啊 你不要說我意想天開 因為這個我覺得阿扁最近 想來想去 這是他唯一可以脫困的方法 但是忠信講 司徒文有失身分 我覺得不是失身分 是愉悅身分 超越 超越他一個外交官 應該有的身分 他不應該跟涉我們的內政 跟我們的司法 但是我認為 王清風今天的回答是很得體 也藉這個機會反將他一軍 他應該講 我覺得王清風的意思是說 不同的意見 你等於白講 當然一件事情 我們有的時候也有不同的意見 阿扁的案子 有時候進行到不同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來賓 七個人有三個不同意見 這等於是廢話 但是我覺得不同的意見 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協助我們辦案 當然我們的案子辦好以後 不同的意見也等於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王清風要特別強調一點 說台灣跟美國 你不要用這個兩者之間 是非邦交國做藉口 而對這個司法付諸 給他種種的阻撓 說我們應該要人 我們要什麼東西 要證據 你應該盡力幫我們的忙 這才是 這個友邦之間 互相對待之道 蔡偉 阿扁找了他的美國律師 對不對 他在訴狀裡面跟美國特別講什麼 他在當八年總統 常常接受AIT的指示辦事 叫他律師說 你無論如何 要想辦法讓美國介入 現在結果AIT新的處長來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可當做小事情來看待 今天美國AIT的處長如果去看外交部長 然後順便提到的 也許是外交上的一個議員 他今天不是去看外交部長 特別去看法務部長 他絕對不是沒有準備而來的 他的話也不是隨便講的 他基本上美國AIT的處長在台灣 就代表美國的侵差大臣 然後他公然的在法務部長的面前講說 國外有不同意見 這國外是哪一國 就是美國 所以美國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表示美國有一些政治勢力 想要介入扁岸 大家不能不提高警覺 小心應付 那至於這個王金鋒的表現 過去我對他的表現 平常講經常是搖頭的 今天他表現我給他高度的肯定 高度肯定 符合我們國家一個法務部長 應該有的尊嚴 應該給他大大的掌聲 那司徒文是醫院身分也好 他是講錯話也好 我想這麼一個老店的外交官 絕對是有備而來 他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我想更呼應了前幾天 沈大佬也許可能疑惑 沈大佬判斷是錯的 但是不要忘記 這證實的沈大佬的憂慮是對的 為什麼 AID的立場 美國的外交官立場 也許他的發言人講的也是一套 他真正在做的 只要符合他美國的利益的 他什麼事情都幹 今天如果陳水扁到了AID裡面去 當然我們很多外交官講 什麼我們不敢去 我們可以進去抓他 錯了 我們碰都不能碰 我們要很現實的了解到 我們台灣跟美國的特殊的處境 跟特殊的關係 那所以啊 這個東西我只能說 提高警覺 美國很想干涉別難 來來 問辦案的幹言 像你說在辦案碰到這種狀況 美國AID的新政處長講話了 怎麼辦 這個美國AID處長講這個話 剛剛我補充一下沈大佬講 他是私閣 他是個外交官 外交官只能面見我們的總統 還有我們相關的外交事務人員 他怎麼會見我們法務部部長呢 他說抵抗性拜訪 可以了 這個赤裸裸的 你除了干涉內政之外 還要干涉到我們司法 我們國家 連總統都不能干涉司法的 你憑什麼干涉我們司法的 這個這種行為 美國齊來有志 CIA在50年代 60年代 對於李承晚的這個暗殺事件 然後到最近的委內瑞拉 那個查維茲的這個政變事件 他始終都有介入的影子在裡面 那 剛剛那個 剛剛沈大佬講 政治庇護 政治庇護說實在 我們是蠻擔心的 因為過去呢 在戒嚴時期呢 這些政治庇護的事件很多 像彭命名 最有名的是彭命名事件 他直接從美國 附送到清泉鋼機場 清泉鋼機場 做美國的運輸機走了 根本沒有經過我們的大門 過去是這個樣子 第二集也有叛逃的 叛逃的也是透過美國 美國的系統出去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看我們國安單位 還有我們外交單位呢 還有法務單位呢 要聯合起來看 研究一下怎麼樣來抵制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訊息出來 對於阿扁是不是有利 我看未見有利 不見得有利 誒 宏偉啊 一方面他找律師在那邊打官司 因為這幾天我們只看到孔劫一種 馬英九的老師一直在講話 是怎麼樣開始在 有些效用開始發生了嗎 當然你可以看到一些國外 特別像孔劫任務有發言 不過孔劫任務基本上他是一個學者 那今天呢這個司徒文不一樣 而且你如果說今天你有一個外交的關切 其實他今天講得非常好像 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不曉得他不同的意見是什麼 可是作為一個外交官 這種話是非常嚴重的 我覺得我們外交部應該去嚴正抗議 剛剛大家講說他不只干涉內政 干涉司法 而且干預了個案喔 司法的個案 那剛才講說這個陳水扁要跑到美國去打官司 那大家就說啊 嘻笑 他已經無路可走 可是他又講說 我當時美國有交代我做一些事情 即便是違背我總統的職務 那今天美國對他做這樣的呼應 新的處長做這樣的呼應 我們陸大使投書這個報紙 他說其實陳水扁不只是貪污罪喔 換了這個外患罪 他是怎麼回事啊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竟然是違背 你可能違背你總統的職務 然後去接受美國的指使 那麼他對美國這樣的喊話 老實說 我不曉得今天我們這個新處長 他作為外交官 他當然應該知道他的分寸在哪裡 可是他講了一個這麼不得體的話 其實陳水扁有沒有對美國做一種要挾 也有可能喔 因為大家不知道 你到底美國指使他做了些什麼事情嗎 那今天陳水扁為了他的案子 他什麼都可以咬出來啊 他是不是也釋放一個訊息 給美國釋放一種訊息 以前你可能讓我做了一些事情 什麼兩岸的啦 國際的喔 我那時候幫你做 可是美國是不會願意你說出來的 所以才會引來美國做這樣的干涉 我這邊我講這些話 沒有一個確切的證據 但是我覺得今天阿扁 你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回想過來 其實當時覺得他是嘻笑的 在事後看一些這些印證的話喔 印證的事情 你會不得不擔心 他其實裡面還是有很多陰謀的 我簡單補充一下喔 剛剛玉琦舉了烹命 當年在美國的掩護之下 從清泉鋼逃亡到瑞典 這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覺得最貼切的例子是 南韓的開國總統李承晚 李承晚當第四屆 在有爭議的當中 他以56點幾的票數 把他解釋成45路 可以變成60% 而當選第四屆以後 引起全國的暴動 然後美國就把他附送到夏威夷 然後在夏威夷活到90歲才死掉 我覺得李承晚 是一個大家可以參考的例子 好所以阿扁說去美國要打官司 還叫美金 叫美國一定要救他 大家都說一來踢腳啊 怎麼今天發展是這樣子呢 我們等一下好好討論一下 我們要回來